这还真挺有讲究的 好 万表流行地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我是高超 不用我介绍了 节目里是以鉴定大师出身的 他现在最近得了一个网名叫高书记 我这个叫钟表社高书记 什么叫钟表社呢 他实际上是最早成立的一个关于卖表 鉴定 修表 造表的那么一个社 然后我这当一个带头人 我就叫高书记 我那书是书的书 OK 钟表社高书记这个书感觉是大书的书 是 对明白了 也是大书 OK 在我们粉丝心目中你是鉴定是这个 但是刚才你又说你又做表了是吧 是 今天你能给我们展示一下你做的表吗 能 您看这块黑的 这是我做的 OK 这是一个特殊技术 因为这是一个保密技术 这叫热离子建设的那么一款技术 然后它这颜色固化的时间比较长 这不是我们常说的什么类钻碳 PVD 对 DLC图层都不是 都不是 对 这还挺耐用的 哦 这个粉丝朋友你看它这个表有点像什么 弹幕里打出来 这个也是 这个可能我要做一系列的 我大概就要做七块 这是其中的一支 这个融入了咱们一些中国的元素 这个表盘是一种古老技术 是一种云栏那边它通过各种各样的铜料进行敲击出来的 天然的一个花纹 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下加工 这是一个保密技术 一般人还不知道 哇 你这个自己做的表里边有两个已经使用了保密技术 是 河西还会出几个不同的宝石的表盘 OK 要进行期待 我期待我们的粉丝尽快的把它这个所谓的保密技术给揭发出来 这个也保密吗 这不保密 这是银胎掐金丝法郎 这个寓意挺好的 您注意看底下六点位 它有一个特别端专家 我就老师您看像什么 不是像小燕子吗 不是 您仔细看 这上面是一个蝴蝶 你说的是老北京话 什么叫蝴蝶 就是蝴蝶 是Buddlefly是吧 我听这有点像蝴蝶的意思 它旁边有一只小猫 上头是牡丹花 这就是咱们一句成语 茂蝶富贵 这样 这是有讲究的 挺好 中国文化的地域还是挺丰富的 所以今天我们是请对人了 因为今天我们主题就是要聊国表 咱们说国表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觉得咱们是绕不过的 就是统一基心 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统一基心的开发背后的一些历史背景 还有过程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 统一基心 我这段历史是请调过原来背标厂的老师傅 他跟我讲的时候 清工业部下达的最高指示就是主席做的指示 就是要手表多生产一些 价格降低一些 等于说我们生产这块手表是为了更多的广大工农兵服务的 而且你也知道手表设计上 它可能有设计的寿命 当时要求至少要工作 稳定工作20年 而现在时间已经证明了一切 它走下来了 并且走得很好 这就是我们国表一个特别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对 而且骄傲的第二地 它主要在于这款基心是咱们自主设计的 您别看它产量大 但确实是咱们原创的 这些表里边哪一款表是装配的是统一基心 这个是 这个是统一基心 对 它最早开发是轻工业下达命令 在1970年 1970年 出图纸是1971年就开始定版了 因为它要经过试制小批量生产 大批量生产这么一个过程 对 这款表就是你说的装配的统一基心的 对 甚至有一个结论性的东西 稳定工作20年 它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 实现了 那是不错 因为有一些人他经常戴这个 就真戴了20年 那款581就不是统一基心了是吧 刚开始建立这个表厂的时候 咱们主要还是通过模仿基心 这款581实际也是模仿瑞士的一款基心制作的 非常经典大三只 手动上弦 手动上弦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馒头头 您看那个坝头 它长得跟馒头似的 它含进去的 对 当时就比如说逆向开发的是瑞士哪一款基心 瑞士有款基心品牌叫AS 它主要是防制AS厂生产的 现在那厂的可能都没了 OK 这最早做的 在咱们国家自主研发基心的时候 还有一款基心叫ST5 就是东风 就是天津海沃舍保厂出的 这款基心在同期量生产 统一基心的时候 它没有去生产统一基心 它还生产ST5 这样 对 这是天津海沃舍保厂出的 不符合主旋律了 不是 因为它这款基心皮是卖用 就没有必要再继续的使用统一基心了 然后这款基心过硬 所以当时唯一全国表厂只有ST5 它没有生产统一基心 那就是说在最高指示大力开发统一基心的时候 天表的ST5已经存在了 对 为什么要统一基心 就是说大家都统一 零配件统一 能互换 降低手表成本 大家都在生产产量大了之后 成本自然就降低了 这样以便你把手表价格打下来 当时可能是因为基心确实过硬 只有天津这边没统一 生产ST5 就证明人家质量上还是过关的 OK 话里话外 高超对ST5还是胜在有加 是 说明咱们国家的好基心里边 除了有统一基心 还有比统一基心更好的基心 ST5 ST5 统一基心也不错 高超给大家带来一个小礼物 我们从优秀的评论中抽取一个幸运观众 送出这款表 这就是80年代的明星产品 这个是一个统一基心的 手动上弦大三只的 这个表很耐用 挺好的 关注一下 看看谁能有机会得到这款表 所以中表社高书记这名字不是白叫的 那么现在这个国表的现状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我个人的一感觉吧 前几年以后呢 原来的国表啊 经营模式就变了 就更加趋向于市场化经济 那在这种前提下呢 实际很多的这些表厂能存活下来的首要因素呢 不是做成品表 而是做一些基心 就各类型的一个基心 包括它现在的延续到今天 它们主要的销售 我认为还是停留在基心上 而不是成品表上 就是这些老的传统的国产表品牌 不包括新的啊 你这个发现还是挺颠覆我们的认知的啊 因为我们现在看很多这国产品牌 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努力的在跟国际市场接轨了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东西呢 就是卖基心是吧 这是挺有意思的现象 而且呢 您不能忽略的一点 手表呢 它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当时国家在投入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我们是要增大产量 但是这些产量呢 就是要交由底下的工人 如果我们不大批量生产基心的话 就底下工人就是很难就是生活 你要这么说的话 这个国产品牌在这个维持就业方面 还是做的不错的 能活下来的应该都不错 是吧 对 好的 关于国产表啊 那可以说是三天三夜说不完啊 这个高超呢 刚才已经讲了国产表的开发 背景 还讲了一些这些优秀的案例 甚至我们涉及了现在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 国表的现状 但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如果你们在评论区或者在弹幕里提出足够的要求 我们还可以把高超请回来 所以大家关注一下看看谁能得到这款表啊 谢谢高超啊 这么惨了 不客气不客气 下回来哦 IT二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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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